斯里兰卡你想到这个国家想到什么 跟我一样想到红茶吗 全球三大著名红茶之一 但现在穷的就只剩下红茶了 整个国家破产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在想 人破产大家知道吗 会有些什么禁制产的一些行为 限制你的消费 国家破产会怎样 那现在欧美都在带风向 包括我们台湾 这都是大陆的一带一路害的 一带一路有这么厉害吗 把斯里兰卡整个搞到破产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外交部都已经讲话了 外交部很嗨 斯里兰卡从2012年开始 透过一带一路计划 向中国政府大量举债 投入了很多不具有经济效益的 大型基础建设 导致他们的负债负担 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外交部要告诉我们 这是中国的债务陷阱 对于区域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 你看看 搞垮了斯里兰卡 是不是 那目前我们有60多位的侨民 都算是安全 但是提醒大家 暂时不要前往旅游 他们现在列为是最高的红色警戒 英国外交部也一样 叫英国人不要前往旅游 但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 蔡英文大推的新南向政策 当时呢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重点 还举行了一个这个 有没有研讨会 外交部指导机关 主办机构是中华经济研究所 当时斯里兰卡 我们瞄准了斯里兰卡 现在我们的侨民 仍然只有60多位 所以这个蔡英文的 新南向政策 在斯里兰卡是耍不开的 那现在四国到底有多才 他跟这个小英 斯里兰卡 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还有一个 记不记得 在蔡英文论文的时候 当初呢 斯里兰卡的媒体也报道 斯里兰卡前总统的儿子 就是拿到了伦敦政经学院的 经济学 还有国际关系学的学位 但是他本人承认 他只上了 只参加了一年级的考试 有腿麻痹 虚麻疹 所以根本没有参加 进一步的考试 但是学位也拿到了 这个大概是 斯里兰卡跟我们台湾的 少数连结 第一个就是跟 蔡英文的论文们相关 被爬书出来 第二个就是 蔡英文的新南下政策 那现在有多惨呢 真的很惨 现在惨到 学校要停课 停课不是因为疫情 因为没有燃料 没有办法送小孩到学校 那八成的民众 开始节衣缩食 没有东西吃 整个国家的石油 只剩下一天的量 交通全面瘫痪 然后每天停电 供电三小时吧 然后另外呢 我们看到他跟这个IMF 现在达成了 要寻求一些协助 但这个协助呢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方式 斯里兰卡庞大的外债当中 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借贷比例 只有占10%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的外交部 还有这个欧美 现在所有媒体 都说是一带一路 搞垮了这个斯里兰卡 大千你怎么看 这个东西当然也告诉我们了 就是说你没有软体 你不努力 有再多的硬体也没有用嘛 你有机场没有飞机 但是你有海港 也是负债累累 所以错误的政策 真的是太可怕 对啊 斯里兰卡之所以会面临破产 其实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就像刚才大使已经提到了 他的这个政府太无能 太腐败了 那么然后再加上 我们刚好又碰到了 新冠肺炎的疫情 因为斯里兰卡 它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收入的 它所有的外汇收入 都是来自于观光 所以当全球的这个 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对斯里兰卡来说 它的观光业就受到重创了 那斯里兰卡所有的这个原物料 跟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是进口 因此他如果没有卖外汇 他就没有办法去买这些东西了 他现在就是面临这个状况 他手上没有硬货币 没有外汇了 所以他不可能再去购买了 所以才爆发国内现在万物皆缺的 一个状况 可是我觉得欧加安讲的 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你仔细看下欧加安讲的话 他说因为斯里兰卡政府 他提出了很多这个大型的基础建设 然后向中国大陆去借钱 那到底是那个 把钱借出去的那个人错 还是提出了一大堆 奇怪的基础建设的人错 这倒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关系 那你就不要提出一大堆 有问题的基础建设 你怎么会把这个责任 怪给那个愿意去借钱的人呢 愿意去借钱借给他 不要忘了就是如果今天斯里兰卡 真的倒在了 中国大陆也被倒啊 中国大陆他也是受害者 他也是借钱的人之一 怎么会去怪一个愿意 把钱借出去的人 而不去怪那个当时 为什么要去列一些浮华不实的 一些基础建设的政府 那么再过来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上民进党跟欧美国家 最近一直不断的在讲中国债务陷阱 他们试图把一带一路 跟中国债务陷阱画上等号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国家 因为这个经济上的状况 他就说你看 都是因为跟中国大陆借了太多钱 可是事实上中国大陆 一带一路政策是没有错的 当一个国家的这个交通体系 能够建立起来 他的经济自然能够发展起来 对区域的这个自由贸易 自然会有帮助 这是他一带一路当时 最原始的一个构想 所以你说欧美国家 现在自己因为拿不出钱来 帮助这些第三世界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他没有像中国大陆 这么有经济实力 所以他现在就干脆去扣一个大帽子 说中国债务陷阱 所有美国人进行在G7的时候 他现在也是要这个筹主基金 跟一带一路抗衡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你跟中国债务陷阱有什么两样 欧美在诬陷你不是一样的吗 对你自己也要干同样的事情 你拿不出这个钱 你也提不出这样的计划 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去抹黑人家 尤其是我们的外交部 讲了这样的一个发言 根本就是前言不对后言 完全逻辑不通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发言 是 所以我就不太懂 外交部今天讲斯里兰卡的问题 照理是说关心我们的这个 侨民的安全啊 关心旅游啊 他就讲到人家大陆的一带一路 季大使 这个欧江安本人没有那么没理性啊 那跟他后面的老板有关系 应该是被授意的 你要这样讲对不对 对对对 他的老板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对中国大陆是 用战狼的方式来对的 但是因为他讲这个就是 完全现在是欧美的言论的调性嘛 对不对 全部都来说 我们就是要讲给美国听一下 可是好像我没看到 欧美的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 就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 可能是跟他一位无姓老板有关系 世界哪跟得上台湾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